哈喽大家好,我是老范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被低估的香港警匪电影《龙在边缘》 志诚今年24岁 三年前,他本隶属于香港皇家警察学院 那个时候,他本打算毕业之后当个督察 有一份安定的工作 但事与愿违,他被上司安排退学 潜入香港最有势力的黑社会,红星设作卧底 败入红星最初位的老大飞龙门下 找到他的犯罪证据 一举铲除红星 志诚初出茅庐,少不更事 进入红星后才发现 现在的黑社会组织与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 他们唯利是图 总之,一切都是为了钱 飞龙很有先见之明 他早就在五年之前成功表白 成为了一名商人 所以至今志诚都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 目前,红星的扛霸子是豹哥 他与飞龙情同手足 主要负责帮派的具体事务 这晚,鲍哥召集一众小弟 打算扫平东星跪地高的场子 他并没有知会飞龙 因为今晚也正好是飞龙母心的生日 为此,他还专门派儿子阿俊代替自己去败寿 阿俊长相儒雅斯文 但其实为人十分凶狠 他本来在英国读书 杀了一个黑人后才跑了回来 败寿之前,志诚悄悄去了一家影院 里面的是潜伏在红星的另一卧底 大头文 大头文跟随豹哥已经五年了 现在深得他的信任 现在上头决定 今晚以贩卖色情光碟的罪名抓捕豹哥 志文祝贺大头文 过了今晚又可以当警察了 但大头文似乎没有那么开心 因为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黑社会里的生活 今晚的行动 竟然让他有一种出卖老大的罪恶感 志诚赶紧敲打 防止他做出傻事 酒店里锣鼓哄天 热闹非凡 飞龙热情地招待着往来的宾客 朋友极力劝他 用贿赂的方式参加相议员选举 但被他断然拒绝 因为漂白不易 他不想再被廉政公署盯上 此时 红星的马王与东星的花哥 带着一众小弟赶来 花哥说要与豹哥和解 为上个月起冲突的事道歉 飞龙明知来者不善 不想与之纠缠 打发他们去楼下的赌场玩玩 这边 阿俊也赶到了现场 并且被飞龙的老婆妹姐吸引 飞龙见到他后 十分感慨 当年的小孩子 现在已经长到了这么大 突然 楼下传来了一阵骚乱 原来是飞龙的干弟弟 阿坚欠了赌债 正在被花哥暴打 飞龙赶紧过去制止 原来 阿坚的父亲曾经 为飞龙的父亲挡过一刀 所以现在 飞龙一直照顾着他 花哥见飞龙出面 而且又拿到了双倍的赌金 于是 也就不再追究 志诚刚提出想教训对方 就被飞龙劝阻 慈禧不予瓦片斗 不要与东兴哪边人一般见识 此时的望角街头 豹哥等人与贵力高的手下 发生正面冲突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突然警笛声大作 双方人马四散而逃 警察高三紧追着豹哥不放 眼见豹哥跑远 他掏出枪射击 大头奔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飞龙得知消息后 立刻告诉了阿俊 阿俊十分淡定 毫不慌张 表示自己愿意一切都听飞龙安排 此时 飞龙安排送客 花哥找准了机会讽刺 飞龙顿时大怒 一脚将他踢到了楼下 随后与志诚马不停踢地赶到医院 此时的医院里 红星的小弟正在与警察对峙 纷纷嚷着要见豹哥 等飞龙现身才逐渐安静下来 高三儿并不想放人进去探望 但飞龙面色阴沉 手下的小弟们虎视眈眈 他怕事情难以控制 还是让阿俊进去了 豹哥的情况并不乐观 尽管没有生命危险 但伤到了脊椎 后面的行动肯定会受影响 飞龙得知的死事后 也是久久没有说话 此时 大头文正在KTV买醉 他被豹哥的受伤而自责 甚至流下了眼泪 志诚赶紧制止住大吼大叫的他 生怕泄露身份 第二天 大头文醒来 临走之前 他提醒志诚 千万不要学自己 白天 志诚与女友朝朝逛逛街时 突然出现了几个警察 将志诚带走 原来志诚的顶头上司 维瑟尔上周出了事 现在他直接向高三儿负责 高三儿并不完全信任这些卧底 他坚信只要当了一天黑社会 那么一生都是黑社会 他将志诚靠在马桶上 命令他 一定要找到飞龙的犯罪证据 然后将红星一网打尽 晚上红星召开社团大会 现在的豹哥半身不随 目前有资格做大哥位置的人 就是飞龙 飞龙百般拒绝 但各位书伯一直在施压 此时 阿俊站出来说道 豹哥被警察如此针对 社团里一定有内奸 只有查出内奸的那个人 才有资格做大哥的位置 飞龙赶紧附和 明显并不想蹚这趟浑水 阿俊不卑不亢地劝说他 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 飞龙回头 大有深意地看了阿俊一眼 表示 只要自己不做监犯科 就并不需要惧怕警察 说完就离开了 另一边 自从豹哥出事后 大头文就失去了踪迹 关于他是叛徒的说法 也不进而走 高斯尔并不打算保护他的安全 所以大头文决定 带着儿子小文逃到大陆 刚想离开 一帮拿着砍刀的人 就堵到了家门口 他赶紧带着小文 从楼上跳下来 追兵来得很快 他让儿子先走 自己却被人打了个半死 连眼睛也戳瞎了 来人是阿俊 他在背后给了大头文一铁锹 另一边的小文也被马王捉住 然后被迎面而来的车子撞死 阿俊在此时才显出了本来的面目 他从小就觉得豹哥很傻 每次出力最多 分钱却最少 连魅姐都让给了飞龙 所以他不愤 决定将飞龙的一切都抢回来 包括魅姐 还说自己干掉了叛徒大头文 但无法动弹的豹哥 明显不同意他这种做法 阿俊气得对着他歇斯底里的大叫 等飞龙进来 阿俊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委屈巴巴的向他哭诉 自己被迫打死了大头文 但飞龙显然有些怀疑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随后志诚被阿俊借走 说是要查清楚大头文的事情 KTV里 阿俊才说出 请志诚过来的真实目的 志诚负责干掉 当时对豹哥开箱的警察高斯尔 而他自己与马王则负责干掉 东兴的大佬 贵地高 志诚答应回去考虑几天再做答复 此时的飞龙正在全馆发泄 现在出来混的蛊惑仔们 不把自己当流氓 全世界只有警察把自己当流氓 自己现在进退两难 连逃离这里出国都难以做到 他其实明白阿俊想上位的心思 但对于老友的儿子 他并不想出手 只是叮嘱志诚 要多多注意马王与花哥 晚上 飞龙一家正在其乐融融地吃饭 突然一个侍女将飞龙妈叫了出去 原来是阿谦在外面赌博 欠了贵地高五十万 飞龙妈正想说些什么 飞龙从屋子里冲出来 将阿谦狠狠打了一顿 他不怕别人怎么害自己 就怕看见自己人不长进 红星社团近期出了很多事 妹姐十分担心飞龙会重出江湖 打破现在平静的生活 飞龙一再向他保证 只要自己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 就不会乱来 自从上次豹哥砸了贵地高的场子之后 贵地高就怀恨在心 近期疯狂报复 阿俊主动约见贵地高 表示要把事情谈清楚 酒楼里双方正式开始洽谈 阿俊先发制人 诬赖贵地高 勾结警察 枪杀豹哥 为了补偿 必须把弯仔的地盘让出来 阿俊知道贵地高肯定不会同意 于是提前抓了他的妻儿 并且还说是飞龙一手安排的 贵地高大怒 双方人马站成一团 志诚奋力抵抗 最终显之又显地逃了出来 谁知道 刚逃到门口 就被高塞抓回了警局 高塞依旧认为 所有的事情都是飞龙搞出来的 命令志诚赶紧找出证据 志诚距离地争 飞龙已经退出江湖了 现在最危险的人应该是阿俊 但高塞不听将志诚关了起来 此时的KTV里 马王与花哥正在商谈 如何对付飞龙 志诚的女友赵昭在一旁装醉 听到了他们的计划 原来他们打算分头行动 分别绑架飞龙与他的老婆媚姐 此时的媚姐正在与花哥安排的 三个女人打麻将 趁着休息的间隙 赵昭赶紧在厕所里找到了媚姐 说清了他们的计划 媚姐不愧是大哥的女人 丝毫没有慌乱 与赵昭一人拿了一把刀 冲出了层层包围 最终顺利逃脱 这边贵地高逼着阿坚带路 找到了飞龙家 并将飞龙抓住 吊了起来 原来贵地高的全家被杀 老婆也被强奸 他听信了阿俊的话 觉得一切都是飞龙之使的 但贵地高办事 从不获及家人 他正要放了飞龙妈 与飞龙孩子的时候 阿俊走了出来 花哥突然出手 一枪干掉了贵地高 阿俊此时也撕下了北桩 将一切合盘托出 飞龙答应 将所有的钱都转让给他 唯一的要求 就是放了所有人 此时警察在飞龙家里 发现了贵地高等人的死尸 并且全家都不见了 于是将他列为头号嫌犯 下令通缉 高四二间大局已定 于是放了志诚 志诚回家之后 正好见到了在他家赞住的媚姐 媚姐知道阿俊对其垂涎许久 于是决定以身犯险 色诱阿俊 志诚与他理应外合 计划十分顺利 他们成功抓到了阿俊 有了这个筹码 很快志诚见到了飞龙一家人 如果阿俊死了 马王与花哥等人就一分钱都拿不到 所以他们识相地放下了枪 并且解开了飞龙等人镣铐 此时花哥突然开枪 阿俊赶紧带着飞龙妈逃走 眼见着马王追来 他独自断后 最后与马王双双被铁柱捅死 此时媚姐开着车冲进来 直接撞死了花哥 在枪林弹雨中 带走了飞龙与志诚二人 车开了一段距离后 飞龙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媚姐刚刚不幸中弹 最后不治身亡 处理完媚姐的身后事后 飞龙决定召集手下 找阿俊复仇 志文劝说他报警 并且表明了自己的警察身份 飞龙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了 但因为自己问心无愧 所以并不害怕警方的卧底 说着就要出去摇人 志文刚想阻止 就被后面的人打晕 飞龙去见了阿豹 阿豹在纸上缓缓写出了个沙字 于是他终于下定决心 此时高萨带人来到公司 要当场逮捕阿俊 阿俊趁他不备 一把抢锅枪 打死了他 志诚在后面紧追不舍 但被他偷袭 连中两枪 被打倒在地 阿俊刚想做调机离开 起料飞龙早已等待多时 仇人见面 剑拔弩张 此时阿俊表示 愿意把公司归还 自己也可以出面作证 飞龙刚想把阿俊扔下去 志诚在后面及时出面阻止 尽力劝说 黑道漂白 太不容易 不可以功亏一篑 而且也要想想自己的儿子 飞龙似乎被说服 将枪扔到了地上 阿俊立刻捡起 准备偷袭飞龙 志诚立刻开枪 阿俊中弹 掉到了楼下 此时志诚才知道 阿俊的枪里没有子弹 自己被飞龙利用了 飞龙来到楼下 看着死得很彻底的阿俊 露出了微笑 电影到此结束 枪还是老的辣 飞龙兵不血刃 无疑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紧盯着他的警官高三 红星里的对头马王 东星的花哥与桂立高级人 全部生死 红星的大哥鲍哥瘫痪 现在没有人能与他匹敌 江湖上说不定 又会掀起新一轮的传说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